就是塑膠車 一般的塑膠車 他們都瞧不起騎塑膠車的人 但是他都跟騎塑膠車的 你們就是沒有好好理財 才會一直騎塑膠車 不然像我我已經買重機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跟他說 你現在這麼缺錢 為什麼不把你的重機賣掉呢 他說如果我現在 他心裡就是我現在已經騎重機了 如果我再回去騎塑膠車 豈不是被大家笑死 所以他已經有經濟困難了 他還是要撐著 然後跟那些窮鬼騎出大家的借錢 他就會去帶那個很窮的朋友那裡 去跟他們借錢 然後在一個光鮮亮麗 然後那種虛華浮華世界 來展現自己好像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這某一個程度 在心裡上也是一種 從自卑逃到優越 所以他不能回到自卑 自卑逃到優越 對